一年年 花开花落 冬去春来草无有蓬沫 一夜夜 历史仿佛 前浪远去后浪港磅礴 一座座 河山爆发 天旁的夜军枉梅梦过 叮叮 皇冠落地 都转行一世事 有心说 风吹过 雨打过 天天天踏过 火烧火 刀看过 天江分隔骨 抚摸着山痕昂起头 吞烟下去如是融火 走过长夜 走过坎坷 走进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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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四年 孙中山映袁世凯之妖抵北京 此前他在各地龄角论述共和革命中 他说 共和革命与过去的革命大幅相同 太平天国革命也是打倒侵蹄 但政治制度没有多大改变 我们的共和革命却要改革政府组织制度 改善国际民生 一切从头做起 简单明了一句话 前代的革命是英雄革命 现在的革命是人民革命 革命的宗旨是为了全民的平等自由 压长的碟灸 锅革命的宗旨 再过几日 就是武昌首议一周年的纪念日 也就是民国新历十月十日 临时参议院已经做出决定 那一天为我民国的国庆日 我中华民国何姓之有啊 在这样的日子里头 欢迎民国的伟人孙中山先生 好 诸位请坐 先生 请 民国初见 时事尚不见 世凯实伯能显 望先生不以教 翻共和之事 文当竭尽全力 如有所知 自当贡献 既然来到北京 先生就留在北京吧 大总统几次促我北上 所以迟至至今 是因为我下定决心 今后违愿做一个普通公民 先生可不能退役啊 民国急需先生的大财 我不是退役 如大总统不弃 我孙文可以为民国建设 尽自己的能力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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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先生的三民主义 有一条就是民生主义 先生想干什么 用人用钱 绝没问题 大总统 民国建设 是民权 民生 二者并驾齐驱的 先生说得是 说得是 管得新套旧福 我是一概不感兴趣的 我觉得天底下 救赎你最怪 人家在那儿大鱼大肉 韭菜伺候 你倒好 叫我陪你到这荒郊野地 听你闲聊啊 客强怎么也成了 常于应景之人呢 人家两个大总统 在那儿谈论国事 这怎么能叫是应景呢 孙和元能谈到一块去 笑话 要论对孙文的了解 我不输你 可要论对袁世凯的了解 你不急我 这么说 是众人结罪 你独醒了 独自不敢当 醒倒是醒的 那你当年为什么推荐我跟孙先生去闹共和呢 那回我喝醉了 如果没醉呢 那我也会推荐你去 你我是朋友 可你跟他却是志同道合 我听说你们俩打过一个赌啊 输赢尚未揭晓 胡说 现在已经共和了吗 早晚也得是君主立宪 我说西子你这头绝驴呀 你什么时候才能够有回头的那一天呢 没人能看到那一天 此次我和顿初进京 主要是为了帮助孙先生组建国民党 我真诚地希望你能够加入 君子不党 这是我杨渡的信条 再说 我压根就反对袁世凯搞这种假共和 你们还要帮他 所以我们才帮着他搞真共和吗 瞎子点灯白费辣 对他来说 只有搞君主立宪才顺理成章 好好好 那你说 怎么样才能真共和 他就真不了 你呀你呀 你的国民党我是绝对不加入 袁世凯的假共和我也不帮 我要搞的 就是君主立宪 你就能保证你搞的是真君县 我现在是不成 那以后呢 哎 哎 哎 西子 哎 西子 西子 你 你 克强 搞君县 有缘无孙能成 搞共和 有孙无缘也能成 可偏偏有孙又有缘 就什么都搞不成 要想搞成 就看谁死在谁前头 哎 哎 孙先生 给我个面子啊 这是 这是张勋将军 你好 张勋将军 你好 张勋将军 请了 我是个不胜酒量的人 怎么 你瞧不起我老张 方思 看来张将军今天有话要说 是吧 那就请把话说出来吧 说就说 外面说 你是孙大炮 可你这炮堂里放的都是空炮 什么辛亥革命啊 都是你们这帮人在一块胡闹 给我闭嘴 您知道我的绰号啊 不过张将军要是多读一点书 就会知道我革命党人 并非全是文弱书生 可也从不成匹夫之勇 那是大总统心太软 要不然早几个月 我就把你们全给料理了 不错不错 我知道 张将军当时已经 达到南京城下了 不过我还是在南京 当上了大总统嘛 那个时候 你要是真能开炮的话 也就没有我孙大炮了 那 那是你南京的城墙太太后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张将军今天发难 虽然是冲着我个人 但是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我孙大炮 打出去的不是火药做的炮弹 而是制度炮弹 也就是说 辛亥革命 是以原大总统赞成共和制度 而告成功 这究竟是功还是过呢 这是孙中山先生的旷世之功 来 孙先生 我敬你一杯 大总统 也功不可没 我记得 大总统宣誓就职那天 时报的女记者田墨 写了一篇这样的评论 田墨来了吗 田墨呢 孙先生 我来了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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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猜你就会来的 哈哈哈哈 我记得你在这篇评论上说 历史从未有过如此惊人的革命 或许可以这样说 从来没有过一次 规模相当 在各阶段中流血这样少的革命 孙先生 我还写了别的呢 你听着 在革命的最后阶段 它的目的是否真正达到了呢 这是未来的秘密 就是最了解中国情况的人们 也不能不怀疑 在一个拥有四亿人口的国家里 自从最遥远的历史早期以来 皇帝就像神一样统治着他们 在这样一个国斗里 是否能够突然用一个 同东方传统概念 格格不入的共和政府形式 来取代君主政体呢 大总统 天末女士提的这个问题 您看解决了吗 我看还没有解决 把张勋拉下去 倒二十军棍关禁闭 大总统 算了 张勋今日之为 绝非是打二十军棍关个禁闭 所能解决的问题啊 看在孙先生面子上 还不赶紧下去 下去 要在制度上解决问题 仅有一部临时约法 是不够的 这是我们革命党的宪政专家 你们都认识 我知道 你们在 共和国实行民主宪政的问题上 观点是不太一致的 可是只要是共和 在民权这一基本点上 应该说是没有分歧的 对吗 我们要在制度上解决 所以 约法上说的 民国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啊 我说得对吗 袁大总统 正如所交 好 我们就为此 干杯 是 是 是 孙先生 您是否会参加五个月后的 正式总统竞选呢 你真会见凤茶针 你真会见凤茶针 不知道这根针 到底把谁给扎腾了啊 孙先生 五个月后 就要国会大选 重组内阁 那么我认为呢 公众们最关心的 还是未来的正式总统竞选 您到底会不会参加 未来正式总统竞选 这对于民国未来的前途 应该说是 具足轻重的 这在程序上 是一个问题 当前同盟会要改组国民党 此次到北京来 我就是为了这个任务 至于 我参不参加大总统竞选 要等到国民党大会才能确定 现在我还无法向你说清楚 不过 不过有一点 我是可以确定的 诸位都知道 我曾经说过 共和革命分三期而行 军政期 训政期 宪政期 现在辛亥革命成功了 军政期结束了 我们现在进行的是 训政期 古代帝王也用过训政期做代名词 耶和纳拉士 慈禧也用过训政期的名词 但是我们共和国 所言的训政 和他的帝制时代 乃至专制时代的训政 是截然不一样的 须知共和国的皇帝 是国民呢 以五千年被压迫的奴隶 一旦站立起来 让他们做皇帝 那是定然做不好的 比如说 未来的内阁总理也罢 未来的大总统也罢 他们都是代表国民来行政的 他们就能一下子做好这个代表吗 我看不一定 所以也必须训政 就像古代的义饮教训太假一样 诸位先生 我的朋友们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一件事情 中国封建了几千年 民国兆使 国民 一下子要站立起来做主人 能行吗 执政者一下子 就能自决自愿地 做国民的行政代表吗 所以我们没有别的办法 我们只好 靠督导的手段 去督促国民 来学会做好主人 同时也是教育培养 那些国民的代表 自决自愿地 接受国民的监督 这就是我的所谓的训政期 五个月后 五个月后 无论是我 还是元大总统也好 都要按照民主的程序行政 大总统 我说得对吧 一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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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欢咽孙先生 你倒好 躲出去了 可强 对我有意见吗 大总统 你也不想想 一二一 我能拗得过西子吗 一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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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前来过北京吗 年轻的时候来过 那时候少年不知愁滋味 不瞒大总统讲 我曾经一心一意 想科举容身 你我在这方面 还很对意思吗 都是弃笔从容 一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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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定 好部队 这数月前 要是可强能有这样一支军队 后来的局面 恐怕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吧 当时和平解决青史殉位问题 不光是大总统一个人的心愿 一二一 要是你我真打起来 到底鹿死谁手呢 大总统已经赞成了共和 我想 这种假定不存在 假如我不赞成共和呢 一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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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一一二一 国家军队 你的北洋军什么时候 改造成国家军队了 就算帮我个人一个忙 我和顿初到北京 主要是帮助孙先生 组建国民党 而且我们还在想 在野不如在朝 一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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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定 又不这样 你当内阁总理吧 天不走 一二一 一二一 立定 向后转 克强 承蒙大总统的厚爱 但是我真的不是这块料 立定 不过呢 我倒是希望大总统帮我党一个忙 说 克强恳请大总统加入国民党 本来这倒没什么 不过我身为总统 不好有党派倾向 一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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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这样 立定 找个机会 我一定要说服全体内阁成员加入贵党 天不走 一二一 一二一 多谢大总统 不客气 请 一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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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找你 找董 rollo 进去 าย 不得你 纠锅 能そ 钱 他真要要钱就好了 你懂什么政治 他是革命元勋 现在全国各省的都督 有一多半 有一多半都是他的人 他能带头 给我好好地搞民国建设 我别说给他钱 我就是把民国的财政 一半都拨给他 我都不心疼 懂吗你 属下懂了 你懂个屁 他不是来要钱的 他是来跟我争未来的 正式大总统的 他 你倒好 差点把我苦心经营的场面给砸了 属下错了 你去吧 属下告退 等等 不过闹一闹也好 闹成个周一打黄盖 愿打愿挨 让他们都知道咱北洋 都是一家人 少轩啊 好好干 是 是 大帅 去吧 大总统 陆征祥躲在医院里不出来 是 这 从明天起 内阁行政的事情 你抓起了 我用全部的精力 对付孙文 放心吧 大总统 在公开场合嘛 这内阁总理 我还是要推荐 黄兴和宋教人 不过私底下 我可以跟孙文谈 只要孙文能同意你当这个内阁总理 参议院 就好通过了 多谢大总统 哪点心思 我 我来拜见李中堂 结果被他骂得狗血喷头啊 李洪章 十七年前 我跟李洪章打过交道 当时我跟他谈革命 把他吓坏了 没谈完我就匆匆忙忙走了 我对他老人家的教诲 是言听计从啊 可先生你走了 走出去干革命 还不是两人都当了大总统 当时差点没要了我的命 大总统 日程已经安排好了 给孙先生看看 好 看看遗漏了什么 这回得陪先生好好走走 不用不用不用 我知道大总统公务很繁忙 这样 你啊 忙你的公务 我不用你做陪了 是 这机会难得呀 我巴不得每一分钟都和先生待在一起 向先生讨教啊 任大总统 中国有句老话叫 君子之交淡如水 这次我孙文跟大总统结交相见 至诚为上 您千万不要那么客气 不是客气 除了向先生讨教 我也有满肚子的疑问 要问问先生 您请问吧 请 清廷训位之前二十年来你搞了十次革命 对吧 请 这说明先生是一个不怕折腾的人 可革命成功了 你却把大总统的位置让给了我 这个嘛我敬佩 可我也百思不得其解 这到底是为什么 原因呢 你都说了 我说了 说什么了 说清廷训位不太准确 应该说 推翻 推翻清廷建立民国 我折腾了二十多年 就是为这事 其他的都是小事 小事 先生看来真不是个凡人哪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这个秘密只有我知道 能说给我听听吗 老佛爷在临终前让我消灭你 那你怎么敢不听老佛爷的话 好 他们愚蠢 差一点把我给消灭了 那现在呢 你都看见了 这辫子没有了 精神多了 来来来 折 许多了 乔 我在哪里 ், 最难的 最难的是财政 大清的时候 岁入八千万两白银 本来就入不敷出 这民国了 每年要给驯卫的青史 四百万优待费 大清遗留下来的外债 还要接着还吧 每年就得几千万 可各省的税收呢 孙先生我给你透过点 目前为止 各省是一分钱的税 也没有交给我 你说我该怎么办 民国出界 是很难哪 我深有感触 我听说 你还要借些外债呢 我现在正在借外债呢 可找洋人借钱 你总得让点力吧 我这边正在谈呢 那边临时参议院 就说我是卖国 这个说法确实过于严重 不过借外债确实要小心哪 那个外债借多了呢 国民背不起 而且你这个国家 也容易失控 弄不好 还真要丧失主权的 是啊是啊 真是愁死我了 先生请 我看最好还是从民生上解决问题 老百姓的日子过好了 富裕了 国家的财政才有保障呢 我看可以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 那农民的积极性就调动起来了 好啊 先生想去哪儿 不是 你是知道我同盟会 共和革命的誓言的 其中有一条啊 叫平均地权 大总统家 是大地主 对 其实我说的庚哲有其田 和平均地权是一个意思 就是国家把地主的土地买过来 再分给农民 大总统家是地主却不反对 是真的还是假的 他就会以来 这是一个老道的 那肯定是感觉每天都没有 有事 把你所知在的理性 也不能有的 是 那你万有所知 就是国家人 电农也很多 电农是少之又少 哦 所以先生一说耕者有其甜 我想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嘛 对不对 北方跟南方不一样啊 哈哈哈哈 谢谢大家 是 老爷累了 睡一下了 是 皇上皇太后驾到 皇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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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 怎么称呼你呀 大总统啊 还是 您就叫我松文 您是已经退位的王太后 我是下野的前总统 不过有一点我们是相同的 就是 都是民国的普通宫女 我和皇上还是很感谢你的 皇上 您慢点好 您的南京政府 皇上 您慢点好 对我们娘俩的待遇 还是很优厚的 小德子 太后 请先生坐吧 这都是袁世凯得以从中博旋 我们 你少跟我提 别跟我提他 皇上 您慢点 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老佛爷在世就说了 对啊 袁世凯手蜀两端 真是一针见血 对啊 您 共和国能够顺利建成 清王朝能够全身而退 这在世界历史上 都是没有先例的 在这一点上 您跟袁大总统 都是有功劳的 功劳 好 孙先生此话诧异 大秦江山 断送在我们娘俩的手上 你跪下 且不说罪人 跪逼啊 凡和功劳 不然 在世界历史上 从专制到军县也罢 从专制到共和也罢 国变之后 还能如此尊重礼遇前退位者 别动 别动啊 为我中华民国也 先生今天来 是诚心弃我的吧 你不许动 对 对 您看来是生病的 请这医生看看 不许好了 一台照 不用 我自己的身体 我自己知道 得公公啊 你劝劝你家主人 常出去走走看看 散散心 会好一点 看在孩子的份上吧 这个 亲妈妈 我能把这个带去玩吗 一年年 花开花燕 滑落 冬去春来草悟又蓬勃 一夜夜 离世反驳 前浪远去后浪港磅礴 一座座 火山爆发天崩的夜军枉美梦朴 鼎鼎 皇冠落地 斗转行一世世 有心说 风吹过 雨打过 天天天踏过 火山火到看过 遍江分割过 伏牟这伤痕昂起头 吞烟下去如是融合 走过长野 走过坎坷 走尽 走过坎坷